紫色版的 媽媽會很喜歡 對啊 拿出這個就是覺得像一個貴婦一樣 對不對 鍋型可以完全貼合臉部肌膚 它就可以創造出非常無瑕的底妝 我覺得它底妝不沾染蠻重要的 像這個顆粒藥的粉底 它就標榜它是防沾染 這看起來很有專櫃感 很大氣 它這個消光黑我覺得蠻美的 是角形 而且它是每個角度都有 像眼下啊 還是鼻翼啊 每個實角都不錯 對啊 我覺得它這次的 連粉布都很貼心 我來看看它的防沾染 欸 它 會有 我覺得它很貼 味道好舒服 而且看起來遮蓋力也還蠻不錯的 它有SPF50 然後PA三個加 那我覺得無瑕底妝 遮瑕跟明亮度我覺得也一定要 像我覺得這個就還不錯 卡翠絲的遮瑕盤 而且它上面的顏色啊 都是我們平常一定會用到的 顏色的 沒錯 像是我們綠色啊 跟這個橘色 都是我們平常最常用到的角色 所以這些盤子很必備 然後再來我覺得 就是除了無瑕底妝 我覺得修容很重要耶 真的 對 一定要立體 那下二線 我覺得它是一個精緻臉的一個重點耶 我剛剛看到這一個 是新的 你看我覺得這種三色的 它其實就可以當每個人的那種 國民修容盤耶 你看它就是 由深到淺 有沒有 深的話我們就可以做臉的那個 輪廓線 然後中間的這個顏色啊 其實我們可以針對就是那種 敵影啊 眼窩啊 甚至是眉毛打底也很棒 一盤搞定 而且我覺得接下來的 接下來的日價就是女清潔了 媽媽其實有時候在一些角度問題 他們也是比較容易有困擾 所以我覺得剛好這一個設計啊 蠻符合就是媽媽們使用的需求 而且重點是它不沾染 看到了一個非常特別的 它是1028出的眉筆 那它一頭的話有這種螺旋刷 對 它其實在勾勒毛流感上面的時候 其實比較好租整 我覺得蠻不錯的 那因為它的這一支的質地 它其實是有點帶霉膠質地的 它保有了那種磁色度 同時也兼具了防水的效果 非常的滑順好畫 因為你看即使我現在在手上 沒有上粉的階段 它可以很快速的就勾勒出 我們要的眉型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棒的一個產品 然後當你今天在暈色的時候 它的毛刷也非常的柔軟 對 我覺得是一個很不錯的一個 細節的眉筆 再來的話 我覺得到了春夏 就是慢慢天氣越來越炎熱的時候 大家都會有擔心 我的眉尾 眉毛 到了下午就直接消失 其實這時候就會很需要一個 類似像眉毛雨衣的產品 它這次出了這支產品 它其實兼具了懶眉膏的特色 那刷頭又小 同時可以讓你梳整毛流以外呢 它就是有眉毛雨衣的效果 可以讓你非常的磁色 那它在刷的時候 你看它可以有這種一根一根一根的 這種刷的感覺 對 那當你完成之後 等它乾掉 它又非常的磁色 接下來就是要介紹這個啊 紫色版的 媽媽會很喜歡 對啊 拿出這個就是覺得像個貴婦一樣 對不對 而且你看它的這個鍋型 可以完全貼合我們臉部肌膚 它就可以創造出非常無瑕的底妝 它這個 大家一定要拿起來 對了 你發現到一個重點 就是 跟之前那一款好像不太一樣 沒錯 它之前的粉色的旅行刷款 它是搭配修容刷 然後這一次的話 它是腮紅把量刷 所以它其實在旅行上面 如果你想要把量腮紅一次完成 它這一次的旅行主一定要入手 對 它是一個非常貼心的設計 因為五月是母親節的大節慶嘛 我剛才看到一個很厲害的東西 這個 它是台灣自己的 本土的平價彩妝品牌 它裡面這一盤啊 有霧 有亮 哇 顏色非常繽紛 非常的百搭 對 而且它有一個小秘密 你們知道它其實有一個劍子在裡面嗎 哦 我知道 長條型的設計 你看就是我們的眼具款 然後還有一支眼線 它有別於以往啊 我們可能如果說你用圓頭的在畫的時候 歪七扭八 或者是你明明就要畫直線 會變 欸 變成閃進去 變直線 對不對 這其實很簡單 如果說我們在畫就是用點輕輕的這樣點 哎呦耶 可以休息 對 它就變得比較直的感覺 而且它其實邊邊夾角的畫比較尖 如果說我們在畫眼尾的時候 它收起來的線條也會比較立過 會有像種粗粗的感覺很奇怪 然後 我看到一個厲害的東西 欸 它是不是跟它包裝很像啊 對 姐妹品牌 I MIMI 它就是學生超級喜歡的一個品牌 它這次又新出了一支睫毛膏 我也覺得超厲害的 然後我們看一下它的刷頭 裡面的刷頭的話 一樣是有點偏長 然後有點弧形的設計 然後也非常好刷 它其實裡面的濕度不會太水 就其實如果說我們輕輕的刷在手上 或者刷在睫毛上的話 它其實 它很亮很均勻 對 而且不會很多水分 就會比較快乾 我們可能刷完之後 眼睛張開之後 也不會馬上就是印到上下眼皮 而且可以快速定型 有沒有 跟分明跟乾淨劑這樣 他們家的這一款啊 比較偏向霧光感的質地 霧面的同時 還是保有一點濕潤度 必要中帶有一點奢華 沒錯 然後這一支的話 是魅典他們家的經典商品 真的 而且唇線筆 好像一般開架 很少找到 對 就算有在植地上面 可能都很單一 你光看它這一支唇線筆 上面就是光澤度 非常非常明顯 所以你畫上去的時候就是 有沒有 很滑順的感覺 很滑順 不過這一支的話 它除了本身有一定的保濕度之外 其實它也是很有磁色度的 有沒有 它感覺在唇型的勾勒上面的話 也可以創造出非常好的效果 對啊對啊對啊 然後這個的話 是SOLONE他們家的 他們家打亮的話 這一盤 如果說我們想要打造出 感覺是原生肌膚 透出來的光澤的話 這個顏色非常的適合 是細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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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的話 也是媚點的 它也很經典 對啊 他們家的話也是有附 刷子 然後 今天的這個顏色是比較偏 淡粉玫瑰色 如果說喜歡 收集那種特殊的雕刻 彩妝的話 他們家也是蠻可以收藏的 因為它本身裡面是有帶一點珠光的 如果說你是那種懶人 有沒有 想要有腮紅 但是同時有打亮的話 這個也是可以在放在包包裡面 一次使用 那首先呢 我會先使用 土色的遮瑕盤 橘色部分就可以拿來修飾我們眼下暗沉 那綠色的話就可以修飾鼻翼的泛紅 那淺色的話也可以拿來做一個大底 那底妝部分呢 會使用科莉奧的不沾染氣墊粉餅 會使用刷具去做上妝 這樣的話就可以達到 遮瑕跟輕薄跟光澤 都可以一次兼具 那再來 三色的修飾盤 小臉的效果 眼窩鼻影的五官立體 都可以達到一個不錯的修飾 甚至是在我們的 嘴唇的下唇那部分 可以做一點點陰影修飾 那其實也會讓你的唇型看起來更漂亮 那今天的眉眼妝容啊 比較強調在於說 乾淨俐落 所以在眉毛上喔 先利用三條的輔助線 眉下眉峰到眉尾 以及眉弓的部分 去做一個輔助 再順著我們毛的空洞去做填補 那我們今天使用愛秘密的眉毛魚牙 它除了有傳統 染眉膏的效果之外 它也可以定型眉流 可以讓整體的眉毛的吃光效果會更高喔 今天的眼影用色啊 我們選擇了大綠色 搭配一深一淺 那另外再使用一個金屬光澤的眼影 整體的搭配更能稱作出眼影的精緻妝感 那在完眼影粉後啊 我們第一步可以在於睫毛根部上 先做一個按壓的動作 按壓完之後 在邊界做一個影奶 這樣整體的效果 會讓我們的眼影會更乾淨 最後我們在於睫毛根部上用眼線 快速填補完之後 再凝用睫毛膏刷出根根分明的睫毛 完成今天的眼妝 今天的話 唇主要是想要打造一個比較高級有氣勢的紅唇 先利用唇線筆 將我們的唇形做一個勾勒 向下描繪出來之後呢 那再利用唇膏做一個填滿的動作 如果想要加深唇部的顏色的話 可以在唇腹的地方用點拍的方式把它點上去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打造一個陰影又有立體的效果 那我們今天的腮紅呢 是選用淡玫瑰粉色去協調我們的填色 膽量的部分呢 是選用一個偏柔霧的質地 那凸顯臉部的肌肉緊實感 還可以創造年輕小顏的感覺哦 我為了賣一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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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運氣錄 我的价子 我為了賣一記錄 我為我能幫你